那为了让社区更安全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摆设在我们社区路口的时候 黎民回来的时候自己检测一下 因为常常在外面跑回来检测一下 放在里办公处外面的这一台就是 里长准备送给各社区的防疫小帮手 一台机器在测量体温的同时也能够喷洒酒精消毒 算疫情趋缓 不过邻里社区的防疫工作还是得落实执行 目前各社区大楼一般还是会进行量体温消毒 而这一台自动测温机就很方便 我们的量体温跟我们的酒精真的是变成常耐性 所以说里长这一次就购买了20台的这一种 那个酒精体温自动测试器 给我们所有的社区及市场还有学校 我相信这个来对我们社区每个里面都非常的有帮助 这次总共准备了20台的消毒自动测温机 送给里内的各社区以及市场还有学校 因为大部分的社区大楼虽然还是落实量体温 喷酒精消毒 但有的还是用额温枪另外再喷酒精 而现在这台机器量体温顺便手部消毒 社区说方便多了 我们本来社区是用的是那个用额头式的或用手压的消毒 现在里长很关心我们社区的里面 所以说帮我们买这台温度感测器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谢谢里长 这个对社区当然是相当好 因为我们要戴口罩 有消毒就自己保护家人 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 但事实上就要让里长破会了 那我代表我们四代名门社区 谢谢我们陈友亮陈里长 那他们出去之后 回来再量一下自己的体温跟消毒 然后再进入自己的家里 会显得比较安全 所以说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社区的主委跟总办事 到这边来拿这个酒精测温自动器 所以说非常感谢他们 30号上午各社区代表都到里办公处来 带回去后放在各社区大门口 落实防疫也更方便 这层慧林细致的采放报道